特别的地方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从开始提取4个 就是0551的意思 当然你可以不一定要用MID 你可以用Labs 其实也可以 因为从开头 开头就是左边算过来 可是如果说我一定要强制用MID的话 那最近使用过的也可以 这边最近使用过的MID的函数 我一样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从哪个字 从第一个字 要几个你要4个 然后有0551 但是你要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会有个问题 出出来同学会问说 为什么这地方结果会变这样 以后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 原因为什么 有遇过吗 怎么办 其实就会出现 如果你以后看到这个问题很简单 原因出在哪里 按滑鼠右键 储存个格式 也就是它的格式 如果它格式 假如说预设值 预设应该是通用格式 这个应该是预设的 可是如果你假设说 你要输出的结果是一个公式 而不是结果的话 其实你预先可以把它格式化成文字 你输入的东西就会只呈现出公式的结果 不会把最后的结果秀出来 但是如果颠倒 你想说我想要把什么 把那个结果秀出来 很简单 刚好把这个格式改为通用就好了 如果你要得到的是像现在看到的结果 那你就用文字就好了 因为有些人为了说去秀效果给人家看 那你就是可以用文字 先格式化成文字 这个部分我先把它改为通用 然后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它不会马上变 那要怎么把它变回来 很简单 请你游标再放在资料编辑列上 再把它Enter或打勾 它就出来了 你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不然的话 不然有些人还是不太知道为什么 不然你可能就要把它delese 或者清除 不过如果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也知道清除了 清除全部就好了 清除全部 意思说把它里面所有的格式通通清掉 清除它资料跟格式 也可以 这也是早你要重做 只是我觉得 如果遇到刚刚的问题 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搞定 那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那得到的就会是底下 那如果说向下填满 它还是从开头总共提取四个字 但问题它什么 第八个字取五个字 那怎么办 没关系你可以在这边做公式上的修改 从第八个字 有没有取几个字 取五个字 那你就直接把这两个数字 变更就可以了 然后打个勾 或Enter也可以 就这个 第八个字取五个字 那这边的话是从第三个字 所以你一样 向下填满之后输入三 然后这边的话就输入几个字 两个字 然后按打勾就OK了 好 这个的话就是 MID函数的这个说明 那另外的话请各位再切到Labs Labs Labs的话 顾名师 前面算来几个字 如果前面算来四个字 那你就插入函数用Labs 然后给他文字 跟他讲四个字 结果就出来了 这个请各位试一下 那比较困难的地方 这一题 请各位试试看 如果我今天 这个就难度比较高 我希望他的性 他的性别 那就是吴 后面帮我 因为根据性别 帮我加上先生 而不是柏微 吴先生 把吴先生放在这里 张女生 张小姐 骂先生 有没有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该怎么做 甚至 好像常常会遇到 就是因为现在有个字法的问题 名字不能全称 所以应该什么 吴圈圈 张圈圈 有没有 那你们也可以知道 怎么把它变张圈圈 也是一样 就是 直接 所以你第一个一定是什么 先取得用那个 文字类里面的Labs 先取第一个字 然后取一个字 那后面的话当然 如果你要圈圈的话 就是and 然后给它圈圈 或者是用all over 然后打个勾 向下填满 就出来了 你想说老师 那我怎么把它放回去 其实一般习惯是把它复制 贴的话记得 应该知道吧 选择性贴上 不是直接贴上 因为贴上会是公式 如果你直接贴上的话 它会变成怎么样 它会变成两边都错了 为什么 REF 仅是错误讯息 REF是参考 reference的缩写 为什么 因为我是从你这边参考而来的 然后你把我这些弄不见的 那我也没办法参考 你也没办法参考 这两边都没办法参考 所以应该怎么样 选择性贴上 应该知道吧 选择性贴上 只有什么 只有值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这个称呼拿掉 这样也是OK的 如果那 再来试试看 也许第一个 请你把它先用什么 用那个圈圈 先各支法 保护一下名字 再来的话 把后面 这边的那个 改成吴先生 张小姐 来 方便先还给各位写一下 我们怎么做 第一个 先插入 先产生他的性 那一样用最近使用过的 应该Labs 我刚好用到过 Labs 用OK 最近 插入环数 最近使用过Labs 然后呢 文字在这边 我要取一个字 所以性就有了 无 后面的话还要这样 串接 所以串接的话 这end符号 end 串 那串什么 诶 这边性别 我怎么能把 把这个串进来 那变成无难 不对 所以呢 应该什么 应该是 如果他这个性别里面是男的话 那就把它转成先生 那反式应该就是小姐 所以 其实这种二选一的那种状态的话 那我们一样 在后面加一个逻辑判断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就刚刚不一样 刚刚是把公式剪下来放在以赋 那这个是把以赋放在后面 如果是把它放在后面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函数是从这边插入函数 如果后面还要继续使用其他函数的话 当然一个是你自己打 OK 然后钱瓜五 有没有 你就是一二三填上去 如果你不想自己打的话 你想说老师可不可以让他跳出一个视窗 我用填空题感觉比较不会做错的话 那怎么做 如果你不是自己打 你先打end 然后再来 请你再插入一次函数的话 特别重要 如果你是第二次以后插入函数的话 那请你从哪里 从前面的下拉清单 找到什么衣服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衣服放这里 OK 然后我们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可能很重要 因为你将来可能一个公式里面不可能只有一个函数 一定是很多函数 那你会一直串进去就OK 那串的方法 一先打个end 二游标放这边之后 再点选衣服 那你会发现他怎么样 他把衣服放在他的后面 而且会自动帮你把什么 把这个视窗跳出来 那你一样可以怎么样 用那个填空的方式 那他填空完之后 他就自动帮你把这个公式放到这里面 就义服什么 如果这个储存格 所以点一下这个储存格 如果他里面的资料等于什么 等于男生的话 所以你就记得 钱货一定要自己打双子号 因为男 你不能打个男 那一定错 一定是一个什么文字 打个男 OK 钱货双子号一定要的 然后呢 那就什么 如果为true 那就帮我输出两个字 叫先生 那他其实不用打钱或双眼 因为他自己会帮我们加 因为这个衣服还蛮贴心的 有没有 自己加 反思的话就小减 然后呢自己加 移开 自己加了 不过特别注意 不是每个函数都像衣服这么贴心 会帮你加 有些函数 不会加 那你按确定就坏掉了 OK 如果你看到那种函数你就要自己加一下 按确定 有没有 吴先生 向下点满的话 有没有 张小姐 陈小姐 他就会自行判断 所以这边需要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应用什么 先加labs函数 后面用end 然后面这个的话 如果你要再加第二个函数使用的话 请你从这边下拉清单 他会自动加到这边来 OK 这个是有关labs的配合if的使用方法 至于right 我想应该比较简单 这个的话就请各位自行在练习 刚刚是从左边 现在从右边 这个区 我想比较简单 还有一个地方比较困难的 像twin twin什么意思 删除多余的空格 删除多余的空格 你就练习插入函数 然后这个在文字类里面 文字里面找到t开头的 所以t开头在这边 有没有 这个 那他也会告诉你 你只要给我一个参数叫test 那我就会帮你做底下的事情 什么事 删除文字字串中 特别说多余的空格 多余的空格 按确定 然后你把字给他 按确定 向下填满 OK 他就帮我把结果给做出来了 不过就有同学马上有反应了 什么反应 老师 不对啊 我们要的应该是什么 应该中华民国中间的那个空白 应该也要消失才对啊 那为什么他会保留下来 他要讲多余的空白 因为英文字跟英文字中间一定会有空白 所以这个trim函数主要是用在英文上面 他想说老师那可是中文字怎么办 嗯 很好 ark Trung 文字 你可以不能用这个trim函数 你有可能 你有另外函数 叫取代函数 取代函数的话 除了 Double rephrase之外 另外有一個是subtitude 有沒有 subtitude 這個函數 subtitude 按確定之後的話 其實它就是哪個TESH 這個TESH olderTESH是說 你要找哪個字幫你取代掉 所以我要找的是這個裡面有空白的 幫我變成沒有 那就是什麼 幫我把它取代掉 有沒有 把空白 但是問題特別之一 空白不是說 像我同學說 老师我加个空白一下 不OK 记得一定是什么 双引号 空白 再一个后双引号 这个才是叫找空白 OK 如果你关键有正确的话 就比较简单 如果你输入错 他说怎么帮你找 找不到 好 那底下如果把它变没有 对不对 没有不是叫你没有 这个不叫没有 应该是说我们要没有字 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就是删除 没有文字是这样子 OK 两个双引号 或者这个两个双引号 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清除文字 清除也可以 OK 去掉的意思 这个意思说 帮我把每个字里面 只要有空白的部分 通过我删掉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 那底下的话 就是instance number 这个应该是从哪个地方开始 所以这个可以先 先不管它 所以主要是一二三三个就可以了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好 但问题来了 不对啊 我是这个 中文 中文是OK 但英文字又不OK了 因为我像 英文字字字跟字中间要空白 那怎么办 所以你需要 判断 如果 他的 秋春歌里面 是中文的话 那就用什么 用subject 反之 用trim 中文字字 那怎么办 我想说 那我如何判断 到底资料里面 是中文还是英文 这个可能要 顺便学习一个函数了 哪个函数 叉入函数 你可以找到有一个 内码的Code 内码 OK 那文字类里面 有一个叫Code Code 有用过吗 看没有吧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会用问题 好紧绝 但如果你不会用 都是问题 我怎么知道 Code按确定 你会发现 给它文字 在这个文字 按确定 向下填满 有没有发现一些规则 中文字好像 都是四万多 如果是英文字的话 好像都是七八十 但我们不能 只是很粗略的 其实跟各位讲 如果你们以前 有学过计算机概念 计算机概论 这是电脑基本课 它第一堂课一定会教什么 教电脑的内码 ASCII Code 你有这印象吗 其实你也可以在Google这边打一个 ASCII 这个关键词 ASCII 这个ASCII 实际上它有个说明 我们就不把 你有兴趣自己看一下 其实讲白话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在设计电脑的时候 它压根根本没想到有所谓的 什么繁体中文 什么这种中文 它只有英文 跟符号 还有数字 有没有 所以它其实 只定义 0到12 有没有 所以这边有个ASCII内码表 这个表你其实随便选一个 就选一个彩色的 这边有个随便彩色的 那你会发现它内码表 前面DEC是实际位的 也就是说英文大概的范围 是在12 有没有 122 122以内的 也就0到 最多是到127 有没有 所以它定位是0到127 也就是说吧 理论上 只要它的内码 是小于127的话 那应该它就是什么 英文字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个是英文小写 是英文大写 有没有 然后再数字 都在这个数字127以下 0到127 所以特别注意 那你想说 那这个内码表跟我们扣环数有什么差别 各位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A的话 A多少 A是65 所以如果我今天假如说 我这边输入一个字 假设我输入A 旁边你再练习一下 插入一个什么函数 扣函数 把这个A给它 得到的是多少 65 65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对照表 65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 它的内码的位置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得到一个规则 就是只要你在内码表里面的 反正就是英文 反思就是中文 理论上是这样 所以其实如果我要把刚刚的规则 有没有 把它做个变化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做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诶 诶 这边呢 你可以什么 大于127 大于127 那就是中文 所以中文怎么处理 那就是用trim 反思呢 用 大于127 用subtitut 反思的英文就用trim 所以我们就是 现在确定好了 当然公式还没结束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公式 先逗点一下 因为我直接用那个复制贴过来 可能比较快一点 这边 勾一下 然后把这个公式 subtitut 这个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取消 把它贴到这边来 贴到逗点的后面 就第一个参数 也就是说如果它大于127 那我用第一个方式 反思的话 那我用第二个方法 就是trim 把这个复制取消一下 然后再到这边 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第二个参数 或者你可以怎么办 再把它点这边一下 插到完处 可以把公式再贴到这边就可以了 这样有一个方法 有没有 然后所以如果大于127 意思是说内码 大于127 那应该是中文 那我们就用subtitut 反思 那就是用英文的方式 向下填满看看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刚刚这边全部都清掉 那现在的话就是中文 那我就全部清掉 英文的话呢 中间还是保留它原来的空白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延伸学习 刚刚主要是用trim函数 然后再subtitut 再扣函数 然后再用逻辑判断 如果是大于127的话 就把画面还给各位 大于127 那用subtitut 反思的话 那就用trim函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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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